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过来到了市区台北这里几乎地上是干的 太夸张了 所以我们随时等风倒来上线 要请他来观察的是什么呢 最近几天有个话题意外的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因为赵少康在一个媒体受访的时候公开讲 这个韩粉还没有完全的归队 那其中要求这个韩国瑜要尽点力 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一些值得探讨的空间 韩粉到底归队了没 那谁是真的韩粉 谁是真的打着韩粉的旗帜 却早说自己不是韩粉等等 这个当然每位选民都有自己必须被尊重的自主性 没有人可以情绪勒索 但是有些问题还是得要理清楚 这个待会等风倒上线 我们先一起来谈 但是呢首先要针对昨天晚上的第一场 候选人证件发表会 来聊一聊 那昨天大家看了吗 其中我倒是觉得三位都是各式各说各话之外 也都互有攻防 那只是我觉得最好笑的真的就是赖清的副总统了 他身为执政党 那感觉都在检讨在野党 那对于自身该面对的问题却很难去因应 其中呢这几天大家笑很多的赖皮疗这件事情 成为热门的打卡景点 大家取笑公平正义 大家质疑所谓特权的阶级 果然他就拆弹了 那拆弹讲的是什么 他说他愿意把这个赖皮疗交付公益信托 他认为呢这个是一个在历史上面对于台湾矿业发展 留下来的矿工住宅法律上没有给他们好好的交代 所以要让矿工后代安居乐业 要把他捐出来做公益信托 这个一听我当的大笑 就是到底凭什么 为什么是违建 是你家的东西吗 那个我要捐钱 这钱要是我的我才能捐 我要捐我一个物资 总是这个物资要属于我的 如果这个房子是违建 根本不属于你应该所有权拥有的这样子的一个建物 跟这个相关的场所 你现在已经用了人民的纳税钱跟公帑 十几个人在那里帮你打扫 停除维护一个空污的安全 也许里面有没有住人我不知道 但至少他自己不住在那里 也不是直视清楚住在这里 那滥用国家资源情况之下 在整个过程想要拆弹 不但一点点道歉歉意都没有 还打着矿工之名矿工后代之名 继续在消费这些矿工或邻居们 然后说我要交做公益性托 那请问你这样子还符合公平正义吗 你对于自己的这个所谓赖皮疗交代的过去 选民可以接受吗 那当然他还取笑 柯文哲你为什么要签这个六点协议 是还哭 还全家哭 取笑人家 可请问他自己哭呢 他自己哽咽呢 为的是这个剥皮疗啊 你笑别人哭 这不是大家都好笑 你自己哭了五次不是吗 那你为了这个你的所谓的老宅 掉眼泪 那当然很多人空拍嘛 邱义跑去空拍 看到那个所谓的龙脉脉象的风水宝地 当中有没有一些理由不可告人 那不知道 但所有的过程已经在公开程序上 法令规定上不可告人 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检讨反省 还在自我感觉良好 以为这样可以过关吗 我只能说好傻好天真 我好像看到风岛已经上线了吗 如果等他上线OK的时候 再随时加入我们 所以在昨天的三位的这个政见发表会上 当然各有工坊 那我觉得连中华民国这件事情都不被赖清德认同 这件事情真的比较不可思议 如果说当后国以后也讲 中华民国是护国神山 那赖清德觉得这个是从来没有听过的神话 那么如果说赖清德连对于中华民国的认同都没有的时候 他到底是按着哪一国的宪法担任了公职呢 好风岛好像已经到线上了吗 风岛早安 早安前秋节 上线了 因为刚刚正在聊到的就是这个三位候选人 昨天第一场的政见发表会 虽然是各自深论 很意外的是各自都有很多激烈的交锋 后凶口碎啦 那当然赖清德以这个执政党的角色 对于在野两位的批评跟攻击 当然连社宅都没有这件事情 柯P也攻他攻的蛮凶的 你一户都没有盖好 那你讲什么居住正义政策 那你呢 你怎么看 昨天据说你也在全程观察 你的粉丝告诉我的 说他有看你全程的直播节目 你观察的比较是在媒体 尤其是绿媒上面的公平的表现吗 因为我昨天是看直播节目的 我边走路边听等等的 所以我没有看到这个部分 帮我们观察一下这三个人表现的看法如何 一开始我听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是电视证件发表会 结果有一度我以为是电视证件辩论会 我有看到第一个很大的点是 赖清德打侯友宜打得很大力 在这一场的主筹点里面 那对于柯文哲只是轻轻的点一下而已 那为什么他会打侯友宜这么大力 这跟绿营最近所传出来 真的很有可能会被侯友宜赵奥康 追上民调也许在未来的变局当中 他们有做预先的断点防线的设法 那我有这个想法是因为 我后来在观察 绿媒在播报这一场电视辩论会的时候 他们做了一个小动作 就是他们在播 播赖清德的时候是全程播完 而且赖清德讲到很好的地方的时候 那一个聊天室是会高潮的 播侯友宜的时候也是全程播完 甚至双边的战火在聊天室 也是各有其主 战得非常的厉害 可是在播客温泽的时候 他就会把 比方说以三叉媒体 他就直接把他关掉 直接打掉 进广告这样 直接就进广告 那这个有一个很大的 我观察的重点在于说 第一个 赖清德打猴友宜打那么凶 然后第二个 把柯文哲卡掉 两个行为都在在证明一件事情是 赖清德的基本盘怕被渗透 为什么 因为绿媒比方说三立 民室或者是进电室 这一些在这一次的 辩论 这一次的证件发表会的过程当中 都是有采取一些小动作的 那这些小动作 其实他们影响的人 不会是蓝银的人 蓝银的人可能看中天 中时 中广 TVBS 东森 等 比较偏蓝银属性的媒体 而白银的人 他们可能就是会去看一些 比较偏白属性的 像柯文哲个人的频道 或者是民众之声 或者是 啊 外界的一些媒体等 这个是柯文哲 所以他们到底想要影响谁 就是这些绿媒 他想要影响谁 他为什么要屏蔽掉 他就是想要避免柯文哲的声音 渗透进去绿媒 去挖到 动摇到 这个绿色支持者的根基 让民调变 那民调的部分 你会发现 赖清德 其实一直以来 他处在一个天花板的地位 他打不下来 就是他打不下来 那 打不下来的情况 不过在这场电视辩论会 又看到他狂打侯友宜 不管是打他的 因为他怕他的赖皮疗出问题 所以打他的宿舍 或者是在这一次 唇枪舌战的攻防当中 一开始就抹侯友宜 九二共事的这个 主标签 都是为了要防堵 就是在告诉自己的支持者说 那边不可信 这边也不可信 所以我定义这一场 电视证监会 叫做年轻世代的攻防战 今天如果说 绿色的 因为听了柯文哲的一些说法 而有所偏移的话 有可能会让赖清德的天花板 往下拉一些 那年轻人呢 可能往绿的去偏一些 为什么绿色会担心这个点 因为柯文哲曾经讲一句话说 他的两岸政策 内心是深绿的 两岸政策会跟随蔡英文总统的脚步 对 所以我倒是听了 全外之音的 对于柯文哲的部分 我也认为赖清德打得还蛮凶的 那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 啊他不是绿的啦 啊我才是绿的啦 我听起来重点在如此啦 那总之 候选人第一场的政策发表会 比我想象的精彩 那当然刚刚讲到了 媒体上面的观察 有一些策略上大家的运用 那接下来重点就来了 我想要先有一段来聊聊 到底 韩粉归对了没 然后韩粉现在究竟还有多少比例 还有韩粉 到底韩国瑜尽力了没 我想 我想 丰岛 我要先介绍一下丰岛 丰岛在2020那个期间 他是一个非常高流量的KOL直播主 那过去我可以说他是挺韩直播主 至少在大选的时候 可是现在这一次的选举呢 挺谁 大家就自主选择了 所以我只能说他是一个直播主 那反映了一部分的直播主的想法 我们要想要来分析之前 我要先把一个立场给理清楚 也就是说 尊重个人选择这件事情 当然是民主国家的必然 就算韩国瑜过去在2020大选 有一些支持者说是韩粉 可是他可以说 我叫你支持谁就支持谁吗 当然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他会尊重个人选择 说服大家 这是基本的民主常识 可是我觉得越来越纳闷的是有个状况 这个情绪勒索常常是双向的 那这个韩国瑜没有办法去跟别人的情绪勒索 这是应该民主必然 但为什么倒过来有一些人好像在情绪勒索呢 我为什么会这样说 是因为比方说陈清茂 我自己来点这个名字 是因为他在韩国瑜出面担任了国民党不分区第一名提名之后 公开的脸书他就曾经有一篇文章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说 他觉得恶心 他觉得来抢位子 然后他公开的讲 从今天开始 我不再是韩粉 因为我挺韩 我恶心 他是这样形容的 但我觉得 纳闷的是 虽然他发了这样文 接下来有好几次直播 也都是攻击跟批评的 可是到今天 这几天发酵下来 要在高雄办 韩粉的挺科大会等等的时候 他却是以韩粉之之在呼喊韩粉 那大家不会觉得奇怪吗 如果说你已经觉得你韩粉是恶心 你不再是韩粉 那你又凭什么站出来说 我是韩粉 我要号召韩粉 你又号召了多少韩粉 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先理清楚的 那么他还是韩粉吗 他自己说已经不是了 那他能够号召多少韩粉呢 那就是看他自己的选择 你不如说你是冒粉 你是橙粉 你是磕粉 都没有问题 民主国家可以自由尊重跟选择 但是你不应该再打着别人的旗号 然后先攻击完批评完之后 再来说 哎呀我是韩粉 我来号召韩粉 这一点总是要先厘清吧 这基本上是被误会很多的地方 这是前提 再来到底韩粉还归对了多少 赵召康前一天 曾经在一个受访里面提到说 他认为韩国瑜好像还不够尽力 所以韩粉很多还没有归对 我跟大家说明 我所知道就了解之后 发现这两个人 这两天已经正是两个人对的话 对这件事情对焦 也算是达成了共识 也就是说韩国瑜认为 其实韩粉大部分已经归对 就是在他所希望呼吁支持的对象里头 但是有一些人是没有归对 那当然是个人的选择尊重 还有就是他也没有办法 或者是本来就不熟不认识 也无法去讲得上话的 或者是他有自己的选择 那当然就是像卢成情谋 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过去可以支持湘婷 未来那他有自己的选择 都是尊重的 那基本上也就是说 韩粉到底归对了多少 有多少人成为了其他的粉 这件事情这是我今天找风导 来观察的最重要的原因 因为他长期在直播室上 跟过去的韩粉 有很强的连着度 而但是在现在此刻 究竟韩粉在网路上 所谓的网路世代 在社群上空战上面的 战况如何 我们不好意思 得先进下广告 休息一下 我们请风导来帮我们 以他的空战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 马上回来 高度3C化的生活 你有好好与内心对话吗 心还是可以带动一切 是心带动物质 是反过来 我们人当然我们都用 有物质才有艺术才有心 刚好是颠倒是相反 忍辱负重吗 这个我是没有看到 说实话 谢谢你们的意见 不过 他已经公开讲过 自己不是韩粉了 而事实上 他也没有办法代表韩国瑜 这是事实 这的确是如此 所以这件事情 他可以代表他自己 他可以代表他 他想要的立场 或是冒粉 但他不能够代表韩国瑜 这是基本的 什么人 什么粉 不重要 我也同意啊 大家都有自主选择 不要再打着别人的旗号吧 好不好 下一题 果然直播是非常的激烈 欢迎回来撞凶网千秋万事 我是浅秋 今天讨论这一题 其实敏感 风导连要跟我要谈话 他也觉得敏感 为什么 因为直播室上 大家现在的论战 是非常的激烈的 那大家当然 在民主社会里 支持谁挺谁 都可以尊重 但一个前提是 不要打着别人旗号码 重点在这里 所以尊重大家的选择 但是 韩粉这件事情 在2020 你记得吗 当时有很多像李燕秋啊 之前的媒体人前辈 就因为在网络上面被攻击什么的 就一直喊着 要求 这个韩国瑜要出来管一管啊 等等的 那各种这种出征的状况 有时候很多是反窜 那有时候真的也是 被带起情绪的各种支持者 这很难说 但归根就里 是说真的 这不是韩国瑜一个人 真的可以hold得住 管得住 这真的是大家自主的选择 那么过去封岛也曾经长期在观察 韩国瑜在网络上面的支持者的风向 那您自己的看法呢 您在自己直播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看网络流量嘛 流量为王 有流量才有话题 才有生存的空间直播主啊 那当然就容易倾向于 流量的这样子的政治人物 你来观察 韩粉到底归 归队的又有多少呢 昨天韩国瑜抽到了9号 然后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是 12月23号 中华民国长长久久 筛报开到 那12月23号刚好也是 前秋节所说到的另外一场 以挺科为主轴的 在高雄的活动 所以韩粉到底归队了吗 那一天是很重要 对我而言的观察指标 所以那一天如果 你认为你是 属于要过去 和韩国瑜的 你会在凯道出现 这个是很必然的 因为郑主都在那一个地方 而那一天 你选择走到高雄厂了 那么你的立场 其实就很明显了 所以时间两天之后 就见真章 凯道厂跟高雄厂 刚好同一个时间 你也不可能同时去两场 因为南辕北辙 是非常非常的远 那至于韩粉到底归队与否 我把它12月23号 当成是一个重大的驻轴 我昨天也在频道上面去做了一个调查说 请问你是什么支持者 那认为自己是韩粉的有42% 我们投了1500多票 那认为自己是纯磕粉的有31% 那认为自己是磕韩粉的有19% 其他是6% 所以除了韩粉一定去凯道 磕粉一定是去高雄 那重点来了 磕韩粉是什么 磕韩粉是什么很有趣 磕韩粉是什么 磕韩粉很有可能是由韩转磕 就是说他们之前我在call in也好 或者是我在跟风导台的聊天室对话 他们会说 我以前很挺韩 可是他这次没有选 那在这没有选的过程当中 他看到了一些事 揪痛了自己的内心 所以转而有那一种情绪语转 说我会去喜欢磕的 那也有一种叫做韩磕粉 我原本喜欢磕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韩国瑜的支持者 或者是韩国瑜本身 对于磕释出了他的一定的友善 跟一定的善意 或者是表达出他们的情感 所以磕粉转韩 这两个我都有看到 所以到底磕韩粉的定义是什么 以及这块磕韩粉 在我的频道里面有19%的比例 那这个比例 他到底是会去高雄 还是会去台北 我觉得这一个是 我很大的观察的指标 就是我们得要承认一件事情是 韩国瑜是一个非常中党的人 所以从之前的新竹事件 就可以发现 尽管高鸿安他的胜率 以及他是那一个 被普世价值里面认为 他有机会干掉沈慧宏 大家为了不让沈慧宏 他还是义无反顾 现在用这个词不太好 毅然决然的 不断的替林耕仁来站台 一台两台三台 当时我们每一次他去站台 我们就抱一次 每一次去站台就抱一次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是 对于韩国瑜以及其支持者而言 他绝对对这个党是 竭尽全力的在帮忙 所以跟着他走的人 一看到他的动向 其实就会跟着他走 就一路跟着他 所以12月23号 凯道的那一边 他的整体的态势 以及12月23号高雄的整体态势 我们就从那时候开始 如果你觉得 如果有去凯道的 那个叫韩粉的话 其实那个时间点 你们就可以有一个说 好 那他就是韩粉 如果12月23号以后 你往那边走的话 你们就可以全新定义 那个东西叫做 挺韩直播组的粉 因为KC路 他有特别超级留言 斗内说 会去高雄的 大多数是磕粉 不能说去高雄的是韩粉 所以不能这样比较 这是他的看法 因为当然 我的意思是说 不管磕粉韩粉 反正你各自去讲 磕韩粉是什么 韩磕粉是什么 好有趣 但是有重叠 但是这不是说 韩国人一个可以管得动的 他出力了吗 他已经浮选了500多场 他的中党爱国 我相信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 但是韩粉是自主的 他有自己的选择 他有自己心目中 属意的候选人 你只能说服他 如果大家愿意 想要争取他们的选票的话 而不是去情绪勒索 或打着别人的旗号 去要人家 非要因为韩国瑜而挺 谁不可 我相信这个是 应该是一个很 可以公论的 很客观的空间 所以在你看 磕粉跟韩粉 以你刚刚直播上数字 线上民调的调查 大概有几层重叠 尤其是所谓过去的 亭韩直播主 还有几位 已经去支持 柯文哲 是一个 比例大概多少呢 那像比方五虎将好了 我所知道像 在新竹场的时候 杏仁哥啊 抢抢棍啊 黄医师啊 就已经都已经 回到了所谓 蓝的阵营啦 那你在观察这个比例上 有什么变化吗 直播主的部分 他们 有他们自己的选择 所以你看到 新竹场那一场 振振浅的场 除了蓝营进出之外 一个很大的点是 刚刚前秋节讲到的 信人哥 黄医师等人 他们在台上 声势力竭的来站台 然后前面台前站好多 过去拿着韩粉旗帜的朋友 都是熟面孔 对 所以你说 韩国语的支持者 跟柯文哲支持者 还有多少重叠 我觉得刚刚前秋节 一段话讲得很好 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去 完完全全去逼迫 这些支持者去挺谁 当然不可能 对 这是完完全全不行的 他们要挺谁 他们已经是大人了 不是我们 我们讲的算 选民是自主的 嗯 但如果他要去挺韩 你跟他讲 不行啊 你一定要去挺科 你会影响得了他吗 他如果要去挺科 你跟他讲 不行啊 你一定要挺韩 你影响得了吗 就跟当初的高宏安是一样的 就是说 你不能去投高宏安啊 你应该要投林根人啊 这一派的声音一直存在 不行啊 你一定要投高宏安 你不能投林根人 会输啊 这一派的声音也存在 可是最终的结果呢 其实在选票投票的那一天 我们不知道到底比例 到底是多少 可是 他们的自主性是 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大家都是成年人的 这个是我今天 一个比较大 想要去表达 关于不管是科 以为好或寒养 因为这个在频道上面 每一天晚上 都是纪念的论战 对 都还在论战 可是说实在话 假设我要求 我在我频道上 要求大家 绝对要挺科 你觉得大家会 会去信吗 或者是我要求 绝对要挺韩 大家会去信吗 重点是 赖清德 他现在的民调这么高 那在野党 两个党里面 两只母鸡 一个侯友宜 一个科文哲 目前都没有看到 赢的机会啊 完全 真的吗 民调数字已经越来越近了 是 但是这一个民调数字 近的结果 韩国瑜浮选了那么多场 浅秋姐说几百场 几百场的情况底下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侯友宜的民调稳定 真的 踩到地板 往上稳定 就是从韩国瑜 这一个力道进去开始 他就一路往上走 当然还有赵绍康 在24号 然后赵绍康再回来之后 就整个蓝营都 连结在一起了 所以他整个力量 刚开始往上拉抬 抬到现在 在民调不断拉近的情况底下 高手作战胜负在咫尺之间 现在的差别就在于 赖清德如果有办法往下掉个 3% 5% 那么 侯康佩 真的有可能他就直接就胜出了 可是赖清德掉的这3% 5% 到底从哪里来呢 他到底会往哪里走呢 就是你有可能是往柯流 还是要往侯流 这一点是很值得去观察 因为该有的支持者 都已经回归了 尽可能的都已经是回归了 韩国瑜站台成这样 赵奥康攻成这个样子 蓝营的基本盘 已经完完全全收敛的情况底下 那你现在唯一能够动的 就是把上面的天花板 再打下来一点 那你要如何让 赖清德再往下一点呢 你要看那一群817们 他到底现在他要偏移的过程 是要偏磕还是要偏赖 这是我目前为止 一直希望能够呈现的是 如果817他可以往磕去流动 流动的比例 如果是5% 10%的话 那么侯康佩维持现在的比例 侯康佩当选这一任的总统 如果流动的比例 更多一点的话 那么甚至柯赢配 他会造成真正三分天下 胜负未分的局面 这就是地下赌盘 为什么现在几乎都关起来 一个很大的重点 这是我的观察 都关起来吗 我听到最近警方抓了好几个 主要我自己的朋友在高雄 也有下注 不要去抓 后面讲出来真的去抓了 那现在的比例 也是蛮值得观察 但会被罚钱 不要乱说 重点 所以 的确 很多的所谓的韩粉 他的支持 该回蓝银的 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就是真的是蓝银 潜蓝的 支持蓝的 支持者大概已经回归了 那原本就说不定 对于蓝银不见得支持的 或者是本来 韩国瑜的国民党色彩 就相对跟以前 以往的候选人不见得一样 所以也有一些 非国民党支持者的人 支持韩国瑜的 或者是像有些韩粉 当然就会有支持其他候选人的倾向 这是变成是正常的 所以只能说韩国瑜 他算已经尽力了啦 他自己告诉我 他是这样认为的 他已经尽力了 那至于其他的自主的选择 只能看选民自己啊 这哪里是他一定能够叫得动 或说得动的呢 所以因为像在网路上面的 韩粉之战 其实现在的比例 我也被媒体问了 你认为现在还没有 归队韩粉 他的比例有多少什么的 如果真的叫回来有多少比例 其实说真的 这不是我们能够判断的 他不是说 我今天数字百分之几几个人 人头可以数得出来 有户口可以登记的 哎呀户籍法啊 可以拴出多少人 没有啦 其实这真的 而且大家 也是一个很浮动的定义 跟界定 的确这个氛围是很热的 我就下一个问题就问了 隐隐在KOL 在直播室上面的观察 这一次选战 比方说跟2020比较起来的话 网路的热度 已经整个热上来了吗 那最近以来 尤其是我认为 在11月24号 这个分学历 就是蓝白分手擂台之后 的趋势变化是什么 网路的热度 还有各属撒卡都的 这个支持者的状况 网路热度起来了吗 昨天晚上我直播到凌晨 应该说直播到 今天早上凌晨5点多 到4点多的时候 线上还有好几千位 到4点多 所以你也没睡觉耶 天哪 还有好几千位的人 一直在讨论今天的 这一个工房 哇 就是那一场电视说明会呢 让很多人晚上 是睡不太着觉的 所以网路热度起来了吗 我觉得 回来咯 回来了 那这一点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 晚上不睡觉的人里面 有很多是过去支持 蔡英文的 他们都会说 他过去支持蔡英文 而现在 要么考虑 要么就真的已经跳出来 这种反串击率就不高了 过去有那个反串叫站 我曾经给大家公布过 像这种还可以半夜 手按的反串击率就比较低一点 所以以前我们称它为817 我都说你817里面的 你是817的一份子 你那个1你走出来了 没关系 那你就不是87了 我当时是这个样子跟他们聊天了 那你说1122之后 那一个局一路走到现在 其实刚刚浅秋姐已经把答案讲出来 韩国瑜浮选浮选了那么多场 加上赵少康 他的 他完全补足了国民党 他以前最缺乏的那一块媒体的能力 所以呢 他也有着以前的 在政治上面的光环 那这一些是比较高年龄层的人 或者是比较那个时代上面 记得他的人是很喜欢的 所以他们都归队了吗 在coeing里面 你也会听到说 OK 我是挺猴的 为什么我挺猴 那是因为赵欧康的关系 这一件事情是真的有出现的 所以 1122他诉求了什么 1122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 蓝营的支持者确确实实 他真的不仅是地板已经踩稳了 各家民调的比率里面 我支持国民党 从而支持侯康佩的这个比例 跟当初我支持侯友宜 我支持国民党支持侯友宜的比例 已经有显著提升10%左右 以前支持侯友宜的国民党 大概只有6成 6成2到6成5 而现在支持侯康佩的国民党 已经来到了8成 甚至是8成8 8成9 这是很可怕 以前国民党该有的比例 所以国民党他现在是 被称为是史上最团结的一个组合 对啊 那往黄复兴派系有韩国瑜等人 他可以去hold 往地方派系有朱立伦等人 知识兰 金英兰 这一些有赵奥康 那也有一个侯友宜 你们听他在电视说明会的时候 他讲台语 当时候我看聊天室就有人说 怎么会讲台语 就会开始有一点惊奇的感觉出现 所以他们说现在的蓝银是以前的蓝银 所没有出现过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综合的情况 那蓝银已经归队了 那下一个问题是绿营归队了吗 绿营他从来没有列过 所以如果按照现行的情势 他一直往上打 一直往上打 没有任何的变数出现的情况底下 我个人觉得赖清德将会是这一次的胜者 包括我在看这个民调 我也是觉得到目前为止 因为就算归队到至今已经拉近了差距 也没有任何一次 是很显著可以很大声的跟大家讲说 我明显超越了赖小培 也许有超越 但是就没有办法去说 我明显超越赖小培 这个氛围并没有打出来 那这一个点就来了 为什么电视辩论说明显 赖清德要一直去打猴友仪 因为他知道他有一些支持者是流动流调的 不管是留给谁 但是真的流调了 我们接过两通很特别的call in电话 他说我原本支持赖清德 我有买房子 可是我现在转向支持猴康 我吓了一跳 我说你支持绿的 你怎么会支持猴康呢 因为这个概念是完完全全是天秤的两端 他说 因为侯康代 跟新清安比起来 侯康代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 我说这个真的敲得到你吗 他说是 可是我说你已经买房子了 你根本就用不到这间房子 因为你并不是一个第一间房子 手购族 对 那你怎么会有条件 你怎么会去支持这件事情呢 他说 我身边的人需要 他所讲的话是这样 我身边的人需要 所以我会更支持 所以政见其实是有人关注的 当然 所以从以前侯友宜 他的网路 因为他算是务实做事的人 看他新北的成绩就知道 但是他的网路真的是不强 声量真的是不强的情况底下 赵侯康进来了 然后接下来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政策 叫做侯康代 这个侯康代呢 对于所有的年轻人而言 是确确实实造成很大的冲击 那这个冲击 白的支持者 就是挺科的支持者 他晚上打进来的时候 他会说 那我可能未来会背债 我背不起怎么办 挺科的你会听到这件事情 蛮多的 可是你挺赖的 或者是一些还没有决定表态的中间选民 他就会去开始跟你分析 侯康代到底好不好 这样他们就会跟你讲说 好啊 那我一个月一万九 一开始嘛 前五年一个月一万九 可是我把一千五百万 假设我真的能够带下来了 里面如果有五间套房的话 那我一间租一万 那我不是有五万的现金流 扣掉一万九 我还可以存三万一 五年之后呢 一个月三万一 十个月三十一万 五年之后也多了一百六十几万的存款 那你用这一百六十几万 五年后继续收租金的情况 那你一样可以去 负担你所谓的 第六年的六万块钱 那你其实还可以撑到第八年 那房租在这段时间 你还是持续的在跑啊 这个是支持侯康代的一个动态的理由 所以其实大家支持者 自主会去帮忙做分析 那如果这个重点 可以来到往政策方向走 绝对是好事 就是大家可以对于实施 未来的国家政策有讨论 那我们再进下一题 之前我们得先进下广告 我要问的是说 那所以呢 当然我们真的很难讲说 还有几层啊 韩粉跟科粉之间的重叠性 高不高 还有几层 但我们只能说 好 其实如果偏蓝的 韩粉 大概都已经归队了 那接下来如果在 选战胜负的关键 你的看法跟 美方很多学者一样啊 认为 总是认为 这个赖清德很稳啊 甚至赖清德的 进委办公室主委 不是自己姚立明都说 哎呀我们赢定了吗 我们躺着选了吗 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现在赖清德不会这么交集 而民党内没有分裂吗 当然有 所以蔡英文 尤其是新潮流系 在党内的 人员没什么好 是干妈进的这个前科 也让很多的派系 其实表面上当然 整合 私底下也还有暗潮汹涌 也许没有尽全力等等 所以现在的民调数字也是上不去 但如果真的有所谓最后关键影响的是谁 有可能扭转局势选情的关键是什么 是不是年轻选票跟中间选民 而在这个年轻选票中间选民当中 本来以为蓝白分手 一定完全这个两组候选人都没机会的 现在的民调差距出现了一些变化 那你认为像以科问者支持者里头来讲 最可能去流动的比例 好像从民调数字上看起来 反而是流向 流回绿营比较多 他的支持 年轻选票啊 会回到国民党的几率 相对好像比例是比较少 民调数字上呈现如此 您在直播室上观察又是如何 我们先进下广告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分析这一题 过一下我们来念一下 刚刚好几个好像还没念到 好像有人想call in 但是下一次好了 选战近一点我们来call in 选战前十天就不能够在 那个请候选人的时候 大家可以多打电话 先来表达意见 小陈的斗内 蓝白和破局之后的民调 为什么会拿来当标准呢 现在的民调都是做出来的呀 为什么不拿民调 街头民调来当基准 因为街头民调的形式 还是跟一般民调不一样 那也许有各自的立场的民调 取样不一样 但是还是各家有趋势可以观察 主要是看取样跟科学方法 然后波兰尼想怎样 斗内说 跟韩里念背道而驰的就是蹭韩流量 赚斗内 然后小陈说 对 阿米 说我是钢铁韩 韩粉 看到韩总越卖力 帮无情无义 自私自利的侯站台 就让他感觉厌恶 再加上对科的观察 觉得科比侯太好太多 这是他的看法 也尊重 然后杜新宇说 我挺国民党挺韩 一直都是默默关注 理性支持 他看到赵少康出来的时候 真的是尖叫了 最近的校园演讲 立委名单 蒋万安 上市的脱口秀 就让他更有信心 加油 你看选民 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立场 大家愿意抖内进来 更是很强烈 想要表达意见 都尊重 但是呢 就是 如果你是 呼吁冒粉 就呼吁冒粉吧 不要再刻意去打着谁名号 我只是觉得这样子 不太正常 理论上回归正道 才是民主 好 来看决胜关键 有没有机会呢 气质王小姐 浅秋 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 千秋万事 我们连线封岛 封岛以这个高流量的直播主 为王的这样子的概念 你认为流量密码 在现在是谁 还有我们广告前问的这一题 流量密码 现在谁身上 当然空战 大家都知道谁最强 然后您认为 在科支持者 年轻选票 中间一点的选票 可能的流动方向 你有什么观察 流量支持者 蓝银就是 韩国瑜 白银就是科文者 那韩国瑜有人说 那他的流量 其实他流量还是很高的 我们在播几场的直播串流的时候 都是20万 30万起跳 他在走 那科文者的部分 他的流量 一样是很高的 那科文者 现在他所用的方式 积极物是全时段在 在讨论 在讨论着他 所以你说 这一些支持者 他的年龄层会是怎么样 我举我昨天晚上为例 到底支持者怎么流动 深夜的这些支持者 他们 比较少是上了年纪的人 要么是乔包 但这还是比较少 要么就是 没有睡不着的 对年轻的 很年轻的 所以为什么会常常 接起来电话就说 我挺绿 可是我还在考虑 或我挺绿 我现在要转向了 哦 这一些文化 他需要持续持续的去倾听 像这两天也听到 他说我听了线上的谁谁谁所讲 所以我决定这一票 不要再给民进党 我听了线上谁谁谁所讲 所以我觉得我要再考虑看看 这一块是很显著 所观察到的点 所以 到底要如何让赖清德 并不会打破民进党的连任魔咒 打破中华民国总统连任魔咒 现行而言 赖清德胜率这么高的情形下 这一群选民 他变成了决战年轻世代的关键少数 如果留的选民过多 我还是维持我的基调 你不管是留向科 或者是留向猴 只要留的够多 那么比率就会拉上去 以2020年来讲 我那时候查的资料查中选会 但是印象中有一点浅 20到29到30到39 有600多万投票的选民 如果说按照现在的比率 你50%拍给了柯文哲 柯文哲也才300万票 就是在这一块的比率上面 你在加40岁以上 他比较薄弱的地方 你说他能赢吗 答问号 那再来40岁以上 侯友宜赵奥康 你们看地方动态的支持率 你就可以发现了 像我们花莲前一阵子 所办的傅坑奇的那一场 联合大造势 他真的那个人真的很可怕 他到最后的那一个点 是2019年68 韩国瑜来这里造势的时候的 那一个最后的点 他几几乎是 拍过去就整整整都塞满了 几万个人那是一定是有的 所以你说 国民党没有地方肌肉 有些人小看国民党 我觉得这很奇怪 然后还有人跟我要对赌说 国民党绝对没有400万票之类 我说那你输定 我当时候是这样子说 可是这样子侯康佩就一定会赢吗 一个缺乏年轻世代 一个几几乎最大盘的 就是年轻世代 那决战的关键在哪里 就是这群年轻世代 他有多踊跃的从赖清德那边离开 有道理 如果他离开的比例够多 达到一定的百分比的话 侯康佩胜出 如果这比例再更多一点的话 那三分天下 胜负 高手胜负在咫尺之间 决战的关键 对 这是我所看到的 也是我晚上一通一通 所听起来的 的感受 因为毕竟现在看民调 内参的 有内参的说法 街头有街头的说法 那这一些街头跟内参 又有很多政治评论员说 这个就没有用 所以 那整个外显的 都可以看得出来 国民党已经确确实实 已经站稳脚跟 要往上走 可是呢 却又没有给外显的人 一个说法是 侯康一定赢 这没有办法 因为他的天花板 有努力的空间 是 我就问他们说 你认为按现行而已 一定赢吗 那如果一定 再来 如果侯康没有威胁 为什么 只有赖清德敢这样讲啊 他们一定赢 赖清德为什么要打侯康 打这么大力呢 就是也瑟瑟发抖呀 当然啦 对 他打两面 像王毅川行动也是啊 他想要一手去打韩国瑜 王毅川行动 不断的在打韩国瑜 在推特上面 也可以看得出来 王毅川的影片 他在 这一个推特上面 是发酵 40万50万 打韩国瑜是有流量的 看起来 跟当年还是一样如此 他打韩 其实就是顺便打掉年轻人 因为 就像 刚刚我们一开始讨论的 浅秋姐拉出来这个主题一样 有些人 韩跟磕 他要把他的印象绑在一起 所以他们一边打韩 激起所谓以前的韩粉的仇视 一边打磕 激起所谓白莲教的仇视 那 全部都是要把这一群支持者 打成不理性的 只有817才是绝对理性啊 所以 赖清德他想赢 他运用这个叫做下士对上士 王毅川他排在不分区十几名 拿来打韩国瑜 却可以收到这个效果 就算王毅川不会赢 他也打得 他哪怕多挖一点点 他都赢了 所以你说现在最大敌人 真的是谁 我还是觉得赖清德这个政权 人民如果要过好日子 这个政权要如何让他轮替下来 才是重点 也就是如何让817不要再回流回去赖清德 赖清德一开始就说 抹红 侯友宜 你支持九二共事 打 柯文哲两岸一家亲 为什么 我才是正统 你们都是 披着和平外衣 行统一之时的 这样子的 我们没有忘记他在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 跟大家讲两岸如何的这个同样的血淹血脉 那样的画面也都还在 不重要 那我们来看最后一题了 一点点时间 有一个说法 最近在一些节目上面 有些来宾在分析 他们对于网路的观察说 这一次民党的网军通通没有出来 是代表 比方说苏贞昌系统的网军 或者蔡英文系统的网军都没有出来 所以这一次赖清德 只有一支网军在运用 基本上在网路上相对弱势 流量待不起来是这个原因 真的吗 因为我倒是常常在一些节目上面 觉得那个侧翼反串的情况 比例非常高 那你是网路重度使用者 KOL网路的流量观察密码 也是蛮专业的一个人 你自己观察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 刚刚王毅川事件 他在推特上面 一支影片都是四五十万这样子在跑 所以其实那是看渠道 他们有 之前像我们在做街坊的时候 或者是 几个知名的KOL 他在做街坊的时候 本来觉得绿营都不会有动作 后来中选会发了一篇新闻 动作很大 可是在动作很大的同时呢 绿营他们其实有另外一支 叫什么 什么魅的 他也是在做街坊 而且是以挺绿的角度在做街坊 也是他们的年轻世代 也就是表示一件事情 他们觉得这个动作 有影响 所以他们KOL不是没有在动 而是他们所动的渠道不够快 就是在明面上面的渠道上面 你所看起来没有像2020年 蔡英文跟蔡阿嘎 志祺七七鱼竿 一连串的表态都是百万直播主 全部出来表态做政治的态度的选择 这次相对少一点 还是说你认为隐性一点或方法不一样 方法不一样 像打王毅川的时候 他们就是全力火攻在Twitter 以及 政论名嘴 政论名嘴他们通常就是针对 基本的叫做始终派 在西瓜派的选民里面 因为我明白了 因为他们主流媒体 就已经全部在手上了 资源太多了 那Twitter跟IG 另外一个延伸出来的3的 他最主要的就是 你可以看 比方说IG延伸出去的那一个 全部都是挺绿的 你进去就是全部都是挺绿的 然后如果说你进到Twitter里面 也是 什么风擦兵啊 什么狼的啦 我就不要把他们念出来 他们就 就其实流量是真的很高 如果你把他打开来 那反倒是在野党阵营这一边是 就有点像2019一样 被人家压着打的 所以说绿的那边都没有动吗 我觉得他们是 现在的赖清德 他想要维持他的高度 他认为他只要维持到这样 那一路走到底 其实他就可以胜利 那要一路走到底 他们至少他们自己的基本盘 是不能够再被动摇 所以他们的渠道上面是 顾得很紧很紧 如果大家有兴趣真的打开Twitter 然后你去看那一个 这几个侧翼他们在发散 那下面的那个流量 那一个赌的 不管是侯康代也好 只要是任何的议题 攸关于在野党有攻击力的 通通在那个地方的发酵是 你比方我们开一个YT 十几二十万好像很惊人 那边你就可以看到 四十万五十万八十万 那这一些八十万到底 他的重点是什么 从哪里而来 而且会用Twitter的年龄层 到底在哪里 我不认为 四十岁以上是大宗 我认为一定是四十岁以下是大宗 没错 所以他们在顾什么 在这一块上在顾什么 为什么他们那么顾着的在这里 他们的渠道 FB也许已经打平了 没有像以前一面倒的情况 因为整个网路的流量世代里面 车有着年轻世代的主宰力 那在野党 侯友宜他们的地面实力 让赖清德也讨不太到便宜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要变成 赖清德维持他既有的那一块 高年龄层跑不掉 可是低年龄层容易跑得掉啊 所以他们的策略 夺重在低年龄层的部分 像赖清德他在花广告费 IG的广告费 做的短影音里面 他砸的金额就非常的高 像一开始前90天 他砸破百万 第一个是他 那我那时候就在看他的渠道 到底是FB多还是IG多呢 结果发现说 他在锁定IG的低年龄层的部分 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那我就在思考为什么 他锁的是IG而不是FB 嗯 他清楚了他缺的是哪一块的选民 直接精准的投放 对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厉害 那当然现在 三方阵营都在FB 烧很多很多的钱啊 可是你从他的 都给他们赚光光了 哎呀是 他的策略就真的很明显 40岁以下 全力固守 策略非常非常的显著 我就是要40岁以下 不然为什么你要在那边 砸那么多资源 然后另外在 推特这一边 也花那么多的心力呢 我想这两块 我们以YT为主 我们可以观察到YT的现象 我们也会在FB发文 我们观察到FB的现象 可是年轻世代在看什么 看什么呢 看什么呢 谁才是流量密码呢 然后资源到底下在哪里呢 其实这个是民进展 很会打选战的地方 他的资源发哪里 通常就是看到他认为 自己在各种的民调 或选战趋势里面 弱势的地方 实在是清清楚楚 哎可是就有趣啦 就算他下这么多 预算广告在网络上 IG啊 X啊 这些 这些流量的社群上面 哎可是你看看 哎当然去查D卡啊 搜索啊 等等的 可是他在民调数字上 年轻选票还是拿不到 所以这个时候 他才会强力的要跟 柯文哲切割 说你其实心里根本不是绿的 你不是绿的 所以是要抢回他绿的选票 年轻的人部分 所以他在这场辩论里面 为什么会在三立 或者是在近新闻 这些比较偏绿的 发生了 只要柯文哲上台之后 他的画面就不见了 就广告之类的 或者是直接就把他变成广告 然后声音消失了 就是怕这一个人的声音 已经透到了 绿营的温泉里面 我觉得都不要让你听到就好 那你为什么你怕人家听到啊 你就不怕侯友宜听到 你就怕柯文哲听到 Why 不好意思啊 时间到了 谢谢 大家可以想一想 拜拜